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前面有一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CC2531的芯片 这个芯片是用来制作我们Zigbit的网关用的 这个芯片呢,很便宜 然后呢,它刷写的过程呢,需要一个CC Debugger 我前面那期节目呢,给大家介绍就是如何不需要使用CC Debugger来刷写 我们这个芯片,当时用到的呢,是树莓派 用树莓派直接把这个芯片刷写成我们Zigbit to MQTT需要用到的固件 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没有树莓派 手里没有树莓派呢 我们还是有办法来刷这个小芯片的 我们可以不需要用CC Debugger 这一期节目呢,我带来的就是我们用这个NodeMCU 用NodeMCU 来刷写我们这个CC2531的芯片 这个芯片呢,叫NodeMCU 它呢,在我的节目里出现过很多次了 我们用它可以做很多的传感器集成到一起 然后呢,用迷你第一也是可以的 你看,大家看,这是,这个是迷你 第一,第一mini的芯片 它也可以借很多的传感器来使用 刷上ESP Home 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不介绍这个第一mini的芯片 我们用这个NodeMCU来介绍 用这个NodeMCU来刷写我们 这个B的CC2531芯片 好,那我们呢 还是看一下它的这个pin 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pin 大小要差很多的 所以我们杜邦线是不能直接用的 杜邦线不能直接用呢 我上一期节目也给大家演示了 我们可以用利用我们的杜邦线 剪断这个杜邦线的一头 然后露出线材 然后我们找一个钳子 或者是用手啊 这么拧一拧 拧一拧它 或者用牙咬一咬都可以 然后让这个线的孔中间呢 变松 变松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插到这个针上面了 那么我们用到的是 我们用到的是 1 3 4 7 怎么数呢 左上角是1 右上角是2 然后第二排 34567 我们用到是1347 我们现在 尝试把这个线插到 对应的针角上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线套进去就可以了 其实只是让它接触上就可以了 好 现在接线的过程呢 我给大家跳过 一会我接好之后 我们再回来 好 大家看我这个线就已经接好了 1 3 7 然后这边是4 接好之后呢 我们把 我们把 我们把1 对应到 NodeMCU的G上面 G上面 这有一个G 任何一个G都可以 这上面很多个G 我们挑这个G吧 第二个 1 1是绿色的 插到G上面 第二个 2 我们3对应的是第2 3对应是第2 第2在这边 3对应是第2 然后4 4对应的是第5 4对应第5 第5在这儿 然后还剩一条 然后还剩一条 还剩一条 7 7对应的是第1 那我们看第1在这儿 第1 第2 第5 然后一个G 这四条线就接好了 那么我们分别给这两个东西都得供电 首先呢 我们拿一条USB线 这样的一条USB线 然后接到我们的NodeMCU上面 然后就是我们的电脑 我这个位置有点不太好摆放 然后我们的电脑的USB口 把NodeMCU 接到电脑上的一个口 然后另一个口 我们要占用两个口 另一个口接我们的 ZGB to MQTT的这个零件 小芯片 这样呢就接好了 这条线 是给我们的NodeMCU 是给我们的NodeMCU 这条 这个USB口 是给我们的CC2531 仅仅是给CC2531供电 真正的刷写呢 刷写的过程是 我们先把它刷写一个固件 让它变成刷写器 然后再通过它 去刷写CC2531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回到电脑端 我们在电脑里边 看一下继续如何操作它 好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电脑这边 大家看 我在我的博客上面 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 关于我们这个 利用NodeMCU来刷写 Zigbee2MQTT的固件的 无需CCdebugger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用树莓派刷写 这期节目呢 我们用NodeMCU NodeMCU呢 一般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东西 毕竟我们玩智能家具嘛 要刷一些ESPHOME 或者是EZESP等等 都需要手里有这么几个 NodeMCU 或者是D1mini的小开发板 那么我们看 文章呢 介绍了一下如何的连线 然后还给大家展示了一张图 就是连线之后 连线之后 它大概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准备工作 首先呢 我们下载这个工具包 工具包下载之后备用 我们回到 回到我们的博客 然后下载这个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名字呢 我不太会念 所以这里呢 不给大家念了 我们打开一个地 打开这个网址 然后回车 然后它这里边会有下载的选项 这就是just download的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就可以下载了 如果你去下载总是失败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翻个墙 然后呢 我们回到我的下载目录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这个程序包了 然后我们点进去 点进之后呢 我们选这个执行文件运行 然后呢 我们把刚才从我的博客复制到剪贴板的那个内容 粘贴到我们的博客里面 粘贴到我们这个软件里面 我们在文件里面有一个首选项 首选项下面呢 这有一个附加开发版管理网址 我们要把它这个刚才的 刚才我们在博客里面 这个网址要放在刚才软件里面 这个位置 我们要把这个附加开发版的地址 加一个这样的地址 然后我们点一下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选择开发版了 我们点击工具 然后在开发版里面呢 我们点击开发版管理 然后呢 它会下载一些类型 我们在这选择 node mcu 然后我们点右右边的安装 这一步的过程呢 是让这个软件支持我们esp8266的开发版 从这个自定义的开发版管理网址下载 开发版的信息 然后让我们的软件支持这个esp8266 node mcu 好 大家看这个 开发版的支持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选择关闭按钮 然后我们再到工具里边 选择开发版 我们应该就可能找到我们刚才安装的那个开发版信息了 大家看 在下面 这些都是刚才安装的开发版信息 然后我们用node mcu呢 我们这会要选12亿 esp8266 12亿 开发版 在这儿呢 大家看node mcu1.0 esp-12亿模式 呃 模块 然后我们选定之后 大家看软件的右下角这会显示出来你选定的开发版 然后 第四步呢是解压工具包 解压工具包呢 我已经做好了 我在下载目已经解压好了这个工具包了 然后 我们看我们用这个软件 刚才这个软件打开工具包里边的一个叫cclauder.ino文件 我们把这个软件打开之后选择打开 然后找到我下载 找到下载 然后cc2531工具包 然后 cclauder里边的这个文件 我们打开 打开之后 它又弹出一个窗口 那我们把以前那个原来那个关掉 然后我们确认一下哈 新坛中这个窗口选的开发版 是不是这个 没错 12亿 OK 然后我们点击 项目上传 项目上传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软件就会对我们的node mcu进行一个编程 让这个node mcu呢 可以刷写我们的 zgb2mqtt的那个固件 刷到我们cc2531里边 大家看这边显示正在编译项目 编译好之后 它就会上传到我的开发版 这个呢 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也不会太久 我们稍微等一下 大家看 它让我选择一个端口 我们检查一下它到底是哪个端口 我们进到设备管理器 然后在端口里面看 应该是com6 没错 是com6 因为zgb2mqtt 那个是我拔掉了 它com6没有消失 怎么选com6 然后下面有一些 编译的信息 我们可以在底下看 然后底下 大家看 这个writing at 8% 在这 我们只需要在这等待就可以了 稍微等待一下 等它刷写到100%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好 大家看 100%很快就完成了 大概是17秒完成的这个上传 最后一句提示 我们要重启一下 我们这个node mcu 那么我们给node mcu 断一下电 再插上来 重启一下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回到 还是回到博客 第六步呢 就是生成我们 zgb2mqtt的固件了 然后我们回到 我的工具包里边 点击这个run 然后run完之后呢 大家看 这多出了一个文件 多出了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要用到的刷新固件的文件 然后再回到我的博客 再回到我的博客 然后 我们看 这里边有一条命令 就是刷新我们的命 刷新我们这个cc2531的命令了 我们首先呢 点击开始菜单 输入cmd 跳出一个命令提示符 我们把 下载这个路径 复制到剪贴板 然后我们点这个 倒数窗口 输入cd 然后点一下右键 回车 它就进入到我们这个目录了 我们dir一下 看 这就是刚才这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文件 然后我们把这个命令 复制到 剪切板 然后再回到这个 我们这个到窗口 把刚才这个命令连贴进去 这个3的位置呢 是我们的窗口的编号 刚才呢我们已经看过了 我们这个nodeMCU的串口号是6 所以我们把串口这个号的位置改成6 按一下回车 回车之后呢 我们的nodeMCU就会给这个 我们的cc2531进行编程 编程的过程中呢 它会有一堆数字在走 我们这个数字呢 一定要走到512 才代表这个刷新呢 刷写是成功的 大概呢也就是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写写完 然后我们看最后有一个成功的提示 并且呢成功前面是512 这个时候你看你的 cc2531就应该有一个绿色的灯亮起来了 这样的话呢就代表你已经成功的把cc2531的固件 刷写成zgb2mqtt支持的固件了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